我们先把这个测验题的部分先跟各位做说明 第一种练习题 练习题的这个代表的就是说你可以不断重复练习 回答N次直到你喜欢为止 直到通过老师的指定条件为止 所以这个也有点就是好像有点我们讲的课后的叫做补救教学那种感觉 但是重点不在于它答对答错 而是我们待会可以从这边看到它回答的历程 好,再来,这个就是一般的标准的 一般的标准就是回答一次就不能再修正的 好,再来还有这个,投票里也是 那另外这个,one note有涂鸦题 一般我们的测验的方法是不是主要就是单选复选或是所谓的减答嘛 等到要做深论那个都是已经比较多的 一般我们在电脑上主要就是单选复选跟那个 应该大学没有人在用连连看的吧 但是这个,你看我点开 我点开,它有这个工具 比如说老师你想要问一些地理相对的关系啊 我不一定一定要用写字的嘛 用写字的有时候是用背的 但是你要有空间概念是不是可以给它一张图你就画出来 这样也可以,所以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工具 有笔 那用完了就按这里有一个叫提交 它就可以把这个交出去 就可以把它交出去,这样了解的哦 所以它也有涂鸦题 那另外一个,其实这个现在是看不到 其实也有个影片题 什么叫影片题你知道吗 我们在一般看电视,有没有 那个我现在出一个一题 然后就请你回答 也有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 比如说等一下我把这个修正一下 修正一下我让各位去试看看 你就知道说,因为如果我们一般像这种影片 假设你叫同学自己看 他一定不会希望你打扰他 对不对 可是对老师来说,这是重要观念的时候 你希望他能够知道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可能老师要自己记得 我在第几分第几秒 影片到第几分第几秒 我要讲一下 但是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可以直接出题目 时间到了 题目会自动跳出来 他如果没有答过 没有办法继续往下看 等一下我让各位试看 所以麻烦您先1到6先试看看 好不好,来 好,现在大家都回答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重新整理一下 好,您可以看到这里 一个就是我们从这边很清楚 看到每个人回答的情形 有没有 这位语如还在努力中 好,那第二个 如果你要看同学有没有笔记 点到笔记 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这里有做一个笔记 对啊 你的笔记数量这里会显示出来 只是你们都没有做而已啊 只有我做啊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 就点进去看就知道了 点进去看 你按到 点进去看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看笔记 我就可以知道 诶,有没有看到这里 看到了 所以其实作业的方法 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你看影片写下你的什么心得啊 当然心得可能比较长一点啊 就是说 针对里面我们提到的问题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回答 这都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先看看这边 刚刚那个影片题 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看这个 家中的生物你认识吗 哦,学习历程 来 因为这个是练习题 大部分都佼佼一次 你看这位同姐佼佼两次 有没有 佼佼两次没关系 至少他第二次过关啊 但是重点是 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历程 雨萱 反正没有照片嘛 没关系 不知道人是谁 好啦 点开 来,你看 第二次他过关了哦 这个是一余嘛 对不对 往下走 好 但是我们偷看一下他第一次的回答 他有一提错 有没有 好,往下走 诶,老师还要滚滚滚吗 有一个快速键是什么 对对对对 诶,我已经知道 哦,原来这一支他不认识啦 我们重点不是 不在于说他怎么样 真答对答 好,我们是要看那个历程 哦,原来你的问题是出在这 那为什么这一支不认识 是他们家都没有这个生物 还是说 呵呵呵呵 还是说他没有看清楚 答错了初心的 对不对 诶,这样你觉得有没有比较OK一点 好,那你看 六次的,我看一下 三次的 好,我们找出那个最高次的 哈哈,三次而已啦 哦,哪一个 有六次的哦 哦,在这里 纪委同学 哇,这个我直接照着这样念出来 好像有点不雅 哈哈哈哈 开玩笑了 来,点开 你看一下 哦,有没有 你就可以看了 哦,这个 自己也可以看得到 好,重点是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会错而去加强嘛 对不对 好,那你看呢 我们这种方法是针对 每个学生的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看 看上面 一题目 哦,原来 这一题只有八分之八答对 往下走 八分之八 反正就是 剩几个没回答而已 所以老师从 你这样出题 有没有比较容易了解同学的程度 因为我都看得到统计嘛 不会 不会是说只有那个数字在那里 只有数字没有意义 只有数字没有意义 所以 我们像这样是不是就相对容易很多 那如果 诶 看一下 同学不会的 他又有在这边做笔记 啊,这样是不是印象就更深刻了 就更深刻 好,这是所谓的练习题 那如果您是一般的 就是像 这个也是练习题啦 诶,这一题应该会吧 这一题错的应该不能念文学院啊 你知道这一题什么时候 二十四节系是国立还是农历 这个 这个 在国小 我们家小朋友 一年级暑假 就在学这个了 你在这边不会 我只能告诉你 很多人都跟你一样 哈哈哈哈 这样有没有紧张一下 诶,很奇怪 这个问题的答对率 随着年龄的增长 属于地检的 哈哈哈哈 当然是国立啊 一个月有两个节气啊 因为这个是跟着太阳走的 跟着太阳走的 所以每年的什么 那个 那个叫做 立春啊 或者是像我们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节 对啊对啊 清明啊 有没有都是差不多那几天 会有一两天差异 是因为我们那个 有论略的关系嘛 对不对 哦 好好 OK 所以这个 可以了解一下 反正三次有过关也可以嘛 答案只有两个 它会变三次你就 呵呵 你就知道 这个同学有认真努力挣扎过 好 好 那这个 这里 有没有圆饼图马上出来了 诶 请问到底是哪一个 不是舌头上可以感觉到的 辣味 辣味 鲜味 鲜味 有听过 双浦甘心田吧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一个没有嘛 鲜 鲜是日本提出来的 但是其实鲜就是 我今天忘记带一个东西 你们家里面有没有用过 味精或者是那个叫做 什么鲜味大师之类的 就是它可以提味用的 比如 就是 我好像那个大骨汤 你要自己熬 是一种方法 然后不是有 像那个就康宝 它不是有什么 那个叫做什么块 就是 你就丢进去 然后就是一锅浓汤 那种感觉 所以鲜味 其实是一种 比较淡的 蜜味 臭臭味 所以 比较淡的蜜味 你闻起来 好新鲜喔 这个鱼好新鲜 那个东西好新鲜 那个是鲜 那个鲜 一个肉质膀那个鲜 那 辣 像最近不是比较冷吗 有的人喜欢吃麻辣火锅 有没有 辣味是什么 鲜 鲜 跳 你身体很痛 你要说 好棒好棒 好好吃 辣是我们身体的痛觉 所以不要伤害自己 吃太辣 那 这个 顺便给您看一下 您在看这个统计的时候 看不到 但是 您在看教材的时候 看得到 因为在这边 你们刚进去 应该会有 跳一个东西出来吧 这叫单元说明 跟所谓的完成条件 有没有 其实人家这里有症结 有没有 你就可以 如果你要做一些教材的说明 比如说 这个教材不是我自己的 可是我发现 可能里面有一些 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要注意的地方 您可以写在这边 只是平常我发现 这个视窗 大家最后只有两个地方可以按 一个叫叉叉 一个叫叉叉 你刚才有认真看的 你举手 没有嘛 对嘛 我就知道 所以以前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你用这个好像 没什么用 好 所以 你如果要看一下 那个正确解答 你就可以点到这个网站看一下 这样OK 可以啦 好 那 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 统计 好 抗生素 YouTube 这个应该还好 果然 今天 可以回家的 还是少数人 你看 你们很讶异吗 我们YouTube上 不是常常看到 那个数字吗 那当然是高度啊 不是 宽度哦 嘿嘿嘿 这些 所以今天就算怎么样 就算没有把软体学好 至少有长姿势吗 呵呵呵 开玩笑 来我们随便找 哇这些 呵呵 好吧 我们来看看阿良好了 好 您看这边 这里 有没有 哇 这个比较少 因为这种卡通 都是侧入的比较多 所以品质通胞 不会太高 我来 我找2K好了 这个 随便找一个 您看这里 也没有不一样 这个代表什么 你会发现 超过一个数字以后 都后面有HD 那因为我们要做录影 假设老师 不管是模克师 还是课程的录影 你要做录影的话 我们通常会建议 至少你要做到这里 不然就是要做到这边 超过我就比较不建议 因为超过的话 其实 第一个 你电脑萤幕一定要够大 才看得比较近 不然小萤幕看 是不是就集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般做教学影片 主要还是以这两个解析度为主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里 240它是320乘以24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影音圣品 20年前VCD就很厉害了 那再来呢 这个是640乘以480 往上720乘以360 这个是480 这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DVD的画质 是不是比VCD来的好一点 那您在往上的话呢 这里 这里就是1280 一半我们讲的高画质 那这个就是1920乘以1080 这样有清楚了齁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老师 如果你要录影片 请你录标准尺寸 你不要录那个 我随便框一个范围 然后就 然后就录的 因为这样子 你在一般的萤幕上看的时候 它一定会留 旁边那个留黑的 就是变得没有办法满板 它总是要把你高度撑出来嘛 那所以它没办法把你把宽度就撑开 所以效果会比较差 那我们一般就会建议像这样子 这样有清楚了吗 所以在影片的部分呢 您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这个真的就是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如果你要往下看 那你就会不小心看到他们怎么答的 呵呵呵呵 这样清楚 我只是没有想到 怎么那么多人认为 老师有这么复杂嘛 会让你回答其他 呵呵呵 欸没有啦 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宽度跟高度而已 所以 这个您看一下 那再来我们看 抗生素这个还好啦 啊 什么 你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答对 抗生素只能用在这里啊 就不能怪你 文学院 跟这个没关系 呵呵呵 不過 这个一般 这是国建署的调查 就是说 它对于这个大家认知 有发现确实 有些 很多人对这个认知是有错误的 因为我们的抗生素 只对所谓的细菌有用 感冒是属于什么 绿过性病毒嘛 所以感冒不容易 大部分的感冒是没有所谓特效药的 所以你去医生那边 主要是减轻你那个症状 要抗你自己的自体免疫力 好自体免疫 所以 你吃太多抗生素 只会产生超级细菌这样子 所以医院他们会有所谓 超级细菌的那个问题 因为你用到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最强的抗生素没用了 那医院就不要收你了 因为收了也没用 救不起来 好就是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以前的话 我们就是 要没有那么 就是资讯那么透明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你再开个抗生素 开个抗生素 吃吃吃 这样就产生抗药性 好OK 那胃克养这个 请问到底在哪里 我偷看一下 因为我们有一张图片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点进去 你可以把那张图 他就会显示出来 有没有 这里我要缩小一点 不然这样我看不到 在这里 你看我还可以知道 他当初怎么画的 按一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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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初这样画的 这样了解 好 我看一下 这位同学 他还特别圈两个 我看 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好 这个涂鸦的图片可以把它叫出来 看一下 他没有太多词语 为了开口 有两个出口 开口跟出口 这个叫奔门 上面叫奔门 所以你有听过 一刺症吗 有没有 对啊 就是这这不错 好啊 所以叫胃四酸 胃死到逆流 就是从这边 从上去 那 幽门感菌是在这里 幽门在这里 所以我们平常听到的幽门感菌 胃溃疡 大部分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所以 这样 可以吗 对比较不一样吧 你还可以看他当初是怎么画的 像这种没有迟疑的又 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 谁答对谁答错了吧 我跟你讲 有的 学生比较投机的两个都画 反正一定会中一个 好 OK 这就是涂鸦题的部分 这样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这种测验题 可以多很多 那么 刚刚那个影片题 给您稍微简单看一下 在这里 我刚刚里面其实有 忘记了 因为一进去的时候 就有说明 我也没看 有没有看到 3分14秒 所以呢 如果你知道正常的看 因为刚刚大家都没有看完 所以韦韦你帮我鉴定一下 它够不够成绩 好 我把这个关掉 你看我们到3分 好 到这里 声音就不用听了 好 有没有跳出题目 对不对 这样他就要回答嘛 万一他答错了 不好意思喔 再试试看看 只有他答对了 然后呢 就可以继续的看下去 这样 老师有没有比较OK一点 你不用随时听 因为每个人看的进度不一样嘛 但是不管他怎么跳 只要他不是跳着看的 跳着看就直接过去了 但是至少他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在 老师您觉得重点的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显示出来 不用说一定要 就是 提醒头 你要记得看第几分 第几秒 那前面那个很重要喔 不用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在OneNote 他 在测验提起面 跟大家一般 可能比较常看到的 所谓的那个 数位学义平台 比较不同的地方 好 然后 最后一个 请问 因为 这个是 每个平台 数位学义平台都有的 打看上传 对不对 就作业的部分 作业的部分 那作业的部分 一般 老师 如果 我们用的是 学校的数位学义平台 同学 假设是教Word檔 简报檔 老师您的做法是 下载 然后呢 打开来看 你怎么会累 哈哈哈 来 我们请同学您试着教看看 好不好 您随便教什么档案 就是你要教图片檔也可以 然后等一下你电脑面 随便找个Word檔啊 还是简报檔啊 都好 网路上搜寻都可以找得到嘛 对不对 你把它传上来 好不好 怎么传 来你看一下 点下去 平常你要交作业的话 一般 你可以交一个档案 也可以什么 交两个档案 那我们从这边上传 对 我这边会 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点了没有效果 在右上角这里 它会封锁起来了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允许 其实如果你发现点了没有跳出来 请你右上角那边 让它 能够跳出来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再点 有没有跑出来了 好 但是你要登录一下你的Google帐号 可是你不用担心 你用的空间 算我 好 不会因为你登录你的Google帐号 然后上传作业就是用你的空间 因为我们讲过那个免费的是15G而已嘛 那么这边上传 它会自动你上传之后 档案权限会归到我这边来 算到我的空间上 反正我的无限嘛 OK 可以 那么您登录完之后 你要一次上传一个资料夹 或上传几个答案都可以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 到底 OneNote上面 它的所谓的作业缴交情形 是怎么样的一个执行方式 人 他对 这个 问题 这么多